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徐春日 警方国安处拘捕4人 说他们涉嫌透过订阅频道 资助许士峰和罗冠松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明知对方犯所国安法仍然捐款 就可能犯法 国庭星报道 国安处星期四公布拘捕行动之后 外界关注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的定罪界线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任何资助其他人继续从事危害国安的行为 就要负刑责 警方国安处通缉多5个海外港人 邓炳强重申是基于证据和检控政策 批评外国抹黑警方的行动 又强调潜逃的人 无论经过多少年都是通缉犯 他们以为自己走到外国 就不会接受这个法律的责任 我想告诉你听 他甚至有一两个觉得自己 是拿我的护照的 以来我什么河 我想告诉大家听 国安法里面是有这个域外效力的 无论你在哪里犯了国安法 无论是等多久 你都是一个通缉犯 你是好像过街老鼠一样 永远不见得光 也都令你家人是蒙受一个不好的情况 令他们面目都蒙光 他拒绝透露周庭的保释条件 是由周庭还是由警方提出 但是批评对方弃保 是利用了执法部门的善心 出卖诚信应该感到羞耻 亦提到在反修例事件干犯暴动罪 或者港区国安法的服刑人士 上电视节目受访表达负义 是非常崇高的分享 如果被讲成是不好的事 是对他们真心悔改的一种侮辱 有线新闻国庭征 苹果日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涉嫌违反国安法案件 下星期一在西九龙法院开審 邓炳强预告当日会在附近 加派警力和警犬巡逻 旁听市民、司法人员等 需要接受安检 才能进入法庭 以往当審计这些案件的时间 我们留意到很多人 自称所谓旁听师 他们就会骚扰我们一些检控人员 大声圈蛙 甚至当这些律师的朋友 去洗手间的时候 跟着他们作出一些资料的行为 甚至在法庭里面大声叫嚣 影响我们这个法庭的进行 有见及此 我们警方已经跟司法机构 作出了一个协调 我们将会在法院 进行一个X线和搜查 我想警告如果任何人 企图想骚扰我们这个审讯的进行 又或者企图想恐吓我们 任何有份参与这个司法过程的人员 我们不会有意 会立刻采取那些行动 天文台预测 周末时区气温急降至12度 早上会发出今年入冬以来 首个寒冷天气警告 预料有一道冷风就是明天早上就会抵达华南沿岸 大家起床的时候就会发觉天气有一个明显的转变 冷了 还有会有几阵雨 明天天天天气温就不会上升 而且会继续下降 预计在明晚星期六晚和星期日之后 市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2度左右 而新界是会低几度的 长者安居协会提醒照顾者留意长者身体情况 特别独居长者或伤劳家庭 安排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确保他们有缩够但不过分厚重的衣物 天气稳定的时候可以带上者户外活动 苗街即日起 加入超过30个美食摊档为期半年 首日营业吸引不少市民扫街 彭洛请去看国 牛杂萝卜、咖喱鱼蛋 苗街佐敦牌坊一带变身台式夜市 但卖的是港式街头小食 32个摊档还有创意料理 脆皮包板腸 和迷你汉堡包 十日开档 素街的人流已经逼得水舌不通 好啊好啊 很少见到有这么好好的理工 很多怀旧东西 振兴经济嘛 振兵香港的经济嘛 都大同道的 都像台湾那些 我来到好像台湾那些夜市的感觉 好像去了台湾那样 但好像短了一点 短了一点的意思是 就是只有这一部分才有 活动由旅发局牵头 和苗街饭商合作 希望透过美食 重新带往这个旅游地标 希望保留香港传统文化 包括街头小食 还有有少少 可能传统上面创新少少 给市民带来 带回一些新鲜感 说到传统小食 又怎少得飞机栏 我身上这个巨型飞机栏 原来都挺重的 里面装到250包飞机栏 20元就可以买到三个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也都到场试食 除了鱼蛋烧买 还有尼泊尔小食 旅发局也都在庙街不同角落 拜托危红灯等打卡装置 希望执名个场 场远游当反延续下去 旅发局指 当反绝大多数是区内有店铺 过来摆档不用交租 但是规定售价要和店铺一样 不可以坐地起价 有线新闻彭乐情报导 公展会星期六开落 今届首次有就精类饮品的摊位 亦重设熟食区 张海元率先带大家看 即叫即煎的猪安架 烧龙虾 还有新鲜出炉的蛋撻 不止公展会回来了 因为疫情取消的熟食区都重设 市民可以再一次一路走一路吃 疫情之后 今年第一年 应该就很多一些市民就会去外游 期望每一日平均都有六位数的生意 有佳牙怎么少得味酒呢 公展会首次切酒精类饮品的摊位 有摊位主打限量版古惑仔漫画封面的红酒 这里的红白酒除了可以原汁买酒之外 还有原桶红酒針出来即买即饮 大会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场消费 主办的厂商会都是这么想 相信和夜奔红有协同效应 希望入场人刺破百万 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长 公展会由星期六到下个月八号 一年24日在维苑举行 有超过九百个摊位 早上11点到夜晚9点开放 23日到随即延长至夜晚10点钟 成人门票8元 夜晚7点开始免费入场 小童、长者和残疾人士全日免费 有线新闻张开元报道 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信 说中美能不能够攜手合作 影响人类前途命运 李健生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华盛顿出席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 并宣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 信里面提到当今世界经历百年大变局 中美能不能够攜手合作共赢挑战 事关两国人民利益 影响人类前途命运 又提到早前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三藩市的峰会上达成重要共识 重新中方愿意本住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和美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峰会成果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这封本人就提到 双方应该在商言商 派出反政治化干扰 一些人, though, have been hyping up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advocating cutting China off from chips slapping new sanctions and forcing a China-invested agriculture company with over 50 years of pres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ell its farmland all these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statements by the U.S. side that is ready to keep grow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does not seek to contain or suppress China's development 謝鋒又說 国家安全风险 需要界定範疇和明確邊界 不能夠什麼都往入面臟 自己的安全建立在 別人和全球產業供應鏈 不安全之上 既不可行更不可為 美国裁長耶倫就說 美方将会继续致力負責任感 管控和中方的经济关系 亦明白关系会持续面临挑战 有线新闻里健身步道 回到新闻时间 看看最新金融合情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7,253点 升5点 标准普亦500指数 报47,21点 升2点 英国富士100指数 报75,78点 跌70点 法国巴黎Cat指数 报7,605点 升29点 看看最新美元回价 欧元卖出价1.0908 日元141.78 英镑1.269 家元1.337 欧元0.6718 其他新闻 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 不会连任 由联席营运总监 陈奕婷接任 明年5月起生效 是集团首位女性行政总裁 洪家昇报道 港交所行政总裁去留问题 市场胜传一个几月之后 终于揭中 港交所公布 欧冠星在明年5月 任期结束之后 将吴会尋求连任 由现任联席营运总监 陈奕婷接牌 明年5月24日起生效 为期三年 至于另一位大热人选 同位联席营运总监的 姚家仁 将会担任副行政总裁 港交所董事会 感谢欧冠星 在过去两年半 新冠疫情 和全球市场低迷期间 对集团的领导和贡献 主席史美伦说 欧冠星对推动 本港金融市场的国际推广 后疫情时代重启对话 和互联互通等 发挥重要作用 欧冠星表示 领导港交所是他一生的荣幸 认为自己在连接 推动和发展金融市场上 取得成功 未来几个月 继续与团队紧密合作 确保领导层 平均交接 没有透露自己的去行 作为首位非华人的行政总裁 欧冠星是阿根廷人 拥有投资银行背景 任内推行港币人民币 相跪台的交易模式 书面抗辩 吴树培反驳 强调对调查毫不知情 中大校董会说 解雇树培之前 已经审视过吴树培 就自己的举授 作出的书面解释和陈述 重新对他失去信心 吴树培 其后再发声明 重新10月 接迫校董会主席查日超通知 将会成立小组 对他展开调查 但他对小组职责 具体指控等 一直都不知情 直至星期三 收到即时解雇通知 他重新 一直按照查日超 和校长指示工作 又说校董会的说法 以及个别校董言论 同事实有明显落差 正寻求法律意见 保障权利和声誉 警方一年18日打击骗案 赌破827宗案件 涉款超过21亿 拘捕1,200多人 并首次瓦解一个 专门骑劫WhatsApp帐户的 诈骗集团 徐炳熙报道 骗徒手法层出不窮 骗案数字更加持续上升 今年头10个月 警方接获近3万4千宗骗案 较去年同期多了超过五成 占罪案总数四成半 损失金额更加增加超过九成 涉款大约72亿五千万 由今年11月27日至12月14日 一共拘捕了1,223名罪犯 牵涉案件的中数是827宗 而损失金额是高达21.7亿 当中的受害人的人数是2,848人 行动中首次瓦解专门骑劫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的诈骗集团 拉了12人 包括两个户口操控人 10个块铝户口持有人 骗徒会在搜寻引擎投放广告 将虚假网站置顶 或者鱼翁杀网发放短信 以用户账户被注销为由 有骗用户登入假网站 骑劫账户之后 就会假扮账户持有人 向身边的人借钱 金额介乎二千至五万元不等 搜寻器的方法 其实刚刚这个月是少了 原因就是相关搜寻器 或者浏览器 其实也是知识这件事 以我所知 他也主动去找出这些假网站 然后去删除它 又或者防止它们去摆广告 这是第一 令到我们都见到 其实近日是少了 而那个方式是转了 到刚才我说的第二 那个SMS短信那个 过千名的被捕人 主要涉及洗黑钱案 以快类户口处理犯罪得益 涉款最多的一宗达9700万 是一个12人的集团 操控54个快类户口 涉及32宗诈骗案 有线新闻 徐永熙报道 早前有体育馆球场 繁忙时段全场雕空 有市民反映 无法透过康体通Smart Play预约 康民署承认系统已经修复 邱慧宇报道 天水围天辉路体育馆上个月12号晚 热门时段全场雕空 类似的情况市民都遇过 谁知道去到一个场景 还有四个场景 有些奇怪的 其实浪费的 因为我打的时候打了整个小时 都没有康民署职员上来查一下 场上有没有丢空有没有成的 康民署上星期口头回复 说天辉路体育馆当日 全日用作元朗区篮球公开赛比赛场地 提早原场因此无人用 与Smart Play无关 到星期四书面回复时 承认Smart Play启用初期 系统曾经出现运作问题 令场地职员未能即时更新系统 开放时段被市民遭用 康民署说场地预订更新功能 之后已经修复 至于有多少场次受影响 就没有回应 斥资5亿开发的Smart Play 启用一个月问题多多 出现过资料外洩漏洞 又容许重复订长 有资讯科技专家估计 可能是新旧系统交接出问题 新的系统和旧系统是很不一样的 变成有时都未必会回忆 原来旧系统懂得做 新的系统是做 于是我们就说 这些是一些所谓的running changes 即是一路做一路改 方保桥建议康民署在启用后三个月或半年 收集用家意见再检讨 有线新闻优惠宜报道 北京地铁昌平线两辆列车追尾事故 515人送远 其中102人骨折 摄示的区段停运 驻北京记者温桂亭报道 事故发生之后 北京地铁昌平线两区段维持运营 西二旗站至朱生庄站由公交车接驳 在距离事故发生地点大约2公里的西二旗站 附近一带道路 星期五早上擠塞 有民众说提早一个小时出门 在珠生庄站旁边 地铁公司安排了接驳巴士 免费接载市民由西二旗站来到这里 大约每隔5分钟就有一班车 排队的人不算多 北京地铁公司说极端天气下 所有地面和高架铁路 采用人工驾驶模式 针对事故深表协议 说公司将会尽力做好善后工作 承担相应治疗费用 事发在星期四晚上 北京昌平线列车 在西二旗志生命科学园区断 两辆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导致多人受伤 经过初步调查 事故原因是落雪的时候 轨道比较滑 导致前车信号降级 紧急制动停车 后车因为位于下坡地段 雪天导致列车滑行 未能有效制动 造成同前车追尾 有线新闻 驻北京记者温桂婷 英国哈利王子 控告传媒涉听的官司胜数 获赔超过14万英镑 高等法院财决说 纳入诉讼的33篇报道中 有15篇是透过涉听或其他不法途径取得材料 说被告英国镜报集团 在2006至2011年间作出广泛涉听行为 哈利都是受害者 被告需赔偿 哈利声明说 很高兴胜数 促请警方展开刑事调查 被告発出